嘿哟 嘿 跳浪是岩辽村与水帘村的旧称 而回南则是花莲的旧名 早期台西县尚未开通前 因为地形险峻 岩辽水帘居民需要沿着海边 跳着走过打上岸的浪花 才能到达花莲市 所以取其在地文化特色为名 在这里青海也青山 非常适合卸下包袱 放松脚步 来趟大自然的旺游之旅 今天天气好棒喔 我准备要来体验猎人学校的活动 送了一个东西 哇 这是什么 就是我们水帘部落的勇士头片 我们就是要感恩上天 给我们很好的丰收的收成 也祈求明年有更好的收获 今天要成为我们水帘部落 阿美族的公主 像这样的射箭 在原住民文化里面 是有怎么样的意涵 最精华就是一种爱家的一个表现 要很专注 不然你发出一点噪音的话 动物就跑了 在这个课程里面要上去之前 要到吉耐殿学校之前 就是要有一个专注的心 找自己 去体验一下这个阿美族的阿里芳芳 现在正要采集阿里芳芳的材料 上面都有四字 厨制完之后就要编织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编织大街 因为你看四条 就像爸爸妈妈还有带着小孩 家族 家族一起来同心合一 才有办法变成一个美丽的家 然后我们要一起同心 来让我们的家更美满 在讲这个阿里芳芳的时候 就是会讲到家庭 编完之后我们就会把它装填在里面 米放进去之后蒸煮 哇 打开来就是这样 好香喔 满满的植物的香气 米饭的香气 这是要带给猎人到山上吃的爱心便当 我们就会开始很专注的 然后要把爱的咒烈的猎物带回家 待会就跟着我们猎人的脚步 来体验一下 怎么样的植物可以拿来当工具 这个叫两儿草 这个止血用的 嘴巴咬起来 让它有碎一点 贴在伤口的地方 五分钟绝对止血的 这个叫姑婆玉 是 不能吃 我们原住民是哪来做什么呢 做水壶用 上面是我的零食猎鳥 带过去那边 带过去那边 就洗东西啊 喝啊 这个就是我们进到森林教室的场域 来到这里先做零食的猎鳥 我们用这个山中直接拉下来 就把叶子都压上一侧 这个是零食的避难区 当然就成了一个屋檐 就可以成为零食山屋 大家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刚刚和猎人 这需要同心协力 才能一起把叶子都 山中的叶子往同一个方向 那这样的弧度就成为 我们可以在底下 就是一个临时的猎寮 待一天或两天是没有问题的 嗯 真的没想到说一条线 植物作为主干 然后呢 我们的火就在前面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体验是如何生火 人质型的堆材方式 就像这样子 这马龙龙的东西 来自于竹子 竹子的表皮就刮出来的 就这样刮一些些就足够用 因为我们的双手把它凑融 把它纤维抽细 马上就冒烟了没有 好快哦 好神奇 太神奇了 这么快就起火了 摩擦生热 位在雪莲村的吉赖猎人学校 在这里 会教授基本的野外求生技能 吉赖 这字不仅为太阳之意 更象征母亲 守护这块土地 来到花莲牛山看见美餐饮 你可以用壮丽的山与海当用餐背景 超梦幻 你来到这边你会看到 所有的装置艺术都是很特别的 会让你想要多看 去了解到说 为什么这个环境是那么的自然 这里都回收建立起来的 很多东西都二次使用了 但是还是持续在建设中 感觉都是很简单的 有什么资源就去定制它 待会上去你可以看到这个环境 这个就好像小树一样 好棒喔 就可以喝咖啡看看 哇太丰盛了 这是我的招牌叫野菜天婦罗 它基本上就是超级在地的 你一定要先吃这一片 叫做小花曼哲兰 好好吃 味道好棒喔 我用刺葱这个东西 我做了两个料理 然后一个就是刺葱咖喱鸡 一个叫做刺葱猪脚 刺葱猪脚我们是用大量的刺葱 来跟它炉煮完之后呢 后面我会稍微烤一下下 然后这是刺葱咖喱鸡 配菜的部分呢 特别介绍就是这个 叫它炒泥煲 其实它是有点异国料理 这个呢 这个很像 这个就是海带牙 靠海你一定要吃 跟海有关系的东西 就简单的调味 对 原来有海的味道 传说中的竹筒饭 内有夹着虾米口感软硬适中 只有内行老饕 一口吃下去竹香满意啊 海角工作室石头花园 工作室主要有两项树下的大帐篷 大火堂 室内作品展示区 保存最初始的本质 回归生活 让生活与创作成为这里唯一的事业 当初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要做四个啦 就是生活石器 生活木工 生活编织 然后还有是生活陶艺 生活木工来讲啊 还是跟着材料的造型整个 这个是一个扁扁的木头 那木头为什么会长成扁的 就是因为它长在那个群海旁边 它群海旁边 它为了把它的树瓣拉回来 它就会长得扁的 它就很适合就是那个框形 嗯 为什么要做健康棒呢 就是因为漂流木它本身 就是用台语来讲它是凹档的 因为木头像头是凹档的 那台平头是胃头是胃的 我们现在做的东西都是 没有用那个白胶 没有用那个三秒胶 所有的胶合的方式我们都没有做 都是一体成型的 那我朋友为什么都用漂流木 第一个是不敢树 第二个是说漂流木它已经风化了 那剩下的就是骨头嘛 这边的这些作品的话也是花器吗 大概只有三个形态啦 就是花器、竹苔 品的时候就是盆器 好漂亮 你看这个后面 它没有线条的时候 它这个其实它叫 玄米叫印砂岩 印砂岩的硬度是6度 不锈钢是5.5度 这石头已经比不锈钢还硬 那如果有线条的话这个叫做 石鹰 所以它就叫辨植液 它是两种那个盐块 扭在一起的 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去运用这个素材 我们洞海岸有很多特色的植物 它竹子是最环保的 我们现在最主要是可以让人家自己做 冰这个煮面球的活动 那像这个鸭子也是一个体验的活动吗 小朋友想要画画 就问他想要做什么 他说他想要画鸭子 后来我们就去剪了石头 嗨各位 我们现在来体验台球 先在这个袋子上面先铺一个方形 对那之后就像包饭团一样 左手跟右手是配合的 左手邊旋轉 右手就邊稍微拉緊 拉拉緊 簡單又好玩 我覺得 觀眾下次來台11線 有機會你一定要停下來 來這裡體驗台球 如果沒有玩台球 來喝杯咖啡 看看風景都很棒 是日文中的早點快一點的音譯 這裡有著畢生難忘的絕美海景 也有很多充滿度假風的裝置藝術 非常適合全家大小 或是愛打卡的美美來訪 找個空位坐下來 點杯飲料 享受一個悠閒放空的時光 哇你看這裡超美的 這個還好爛喔 這裡好舒服 有這些那麼多的座位區 那邊往後看的話是我們的天梯 也是蠻多人喜歡拍的 站在上面的話就很像會摸到天空一樣 這邊有一個大家最喜歡拍的景點 巴黎島的特色 然後我們把它帶過來 就不用去國外也可以拍到巴黎島的景色 這裡感覺好像來到國外 就是它的氛圍是一種讓人更度假的感覺 這個藍骨頭 其實很適合坐在這邊看 你這樣看出去就是海了 對就是一望無際的海景 很放鬆 完全超讚 如果來花蓮想看海 什麼都不想的地方就是這邊 有飲料又有吃的 真的 你完全就是下午茶的絕佳地方 剛剛我們去躺了一下露天的 這邊還有這種小棚子 讓你如果太陽大的時候 還可以在這邊有遮陽 三五個好友一起在這邊聊天 對很像有點小包廂的概念 這一層是小朋友最喜歡的沙池區 很多爸媽都是衝著這個來的 六小孩的好地方就是這裡了 那是什麼有沒有看錯 這裡竟然有飛機 你沒看錯我真的是直升機 太酷了 這邊是我們還沒曝光的愛情牆 那不管你是單身 還是有伴侶的都可以來這邊 你可以跟情侶一起鎖 那愛情就會長長久久了 這裡每個環境都很棒 每個地方都想拍一張照片 十二號橋空間 寧靜的堅持 傍晚時分 你可以靜靜的坐在民宿前方 望著遠方的太平洋 等待月兒從海平線升起 它的名字由來是因為花蓮到台東 沿線有很多野溪流向太平洋 那由北到南岸邊 這邊是地奢浩橋民宿 跟著我一起走進來吧 我們這裡的住家主要就是提供旅人在這裡住宿 可以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這個區域是什麼呢 這裡是一個營火區 會讓很多旅客覺得很溫馨 最重要的就是朋友可以在一起 relax 就覺得很舒適 這邊可以過來往上面去 就是一個看海的絕佳空間 尤其夏天的晚上 你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斗 然後閃閃碩碩 真的很漂亮 那裡有很多就是小孩可以親近的遊樂設施 像是這個秋千啊 還有這個小樹平台 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規劃 當初的規劃都是為了讓孩子在海邊 有活動的空間 然後讓他們不會覺得無聊 所以幫他們設計一些他們可以玩的 這樣的房間呢 就適合站在同堂 或者一群好朋友來這邊做家庭旅遊 這有一個連通房概念 所以就是拉上門之後 就是一個雙人的 各自獨立的空間 12號橋最可愛的海風小木屋 跟著我來 這個空間啊 它是一個尖頂的小屋 那室內是很溫馨的木質壁室 那大家最喜歡的就是 這個很浪漫的串燈 那晚上的話你會覺得說 很像來到童話的小屋裡面 空間上你會覺得是很放鬆的 岩寮水蓮 這裡有著絕美的海岸景觀 及人文在地文化特色 走訪這一路 體會到每位業者都是懂得享受生活 而且熱愛的做著自己喜歡的一切 所以不管是新奇人文體驗 友善住宿特色餐食 或是讓人流連忘返的打卡美景 這裡的一切都讓你深刻的寫入旅行記憶中 不被遺忘 感恩 詞曲 李宗盛